响容从前还小 想不到这些 但也不是没有听说过 眼下听到安氏提起生气一事 却也是有些忧心 再想想 干脆一跺脚道 我去找四殿下 不过是一纸契约 他总会有办法 说着就要往外跑 却被安氏一把给拉了住 找谁都没有用 他抚了抚自家闺女细软的发 无奈地说 凤锦园都跑了 生气那种东西他肯定是带着 就是不带着 也指不定藏到了什么地方 找到四殿下 又有什么用吗 他拉着响容坐下 这才又到 说到四殿下 我倒是有个事情想要问你 想容不知是何事 眨着眼睛问道 娘亲您说 安氏摆摆手 退了屋里的丫头 见房门关起 这才开了口 四殿下带你如何 这些年 娘亲可都是看在眼里的 却不知你个什么想法 也没敢问 说实在的 我还是那句话 并不希望你攀上高门大户 更不希望你跟皇家之人 有什么牵扯 或许嫁入那样的门地 看起来风光惹人羡慕 可背后的辛酸 也就只有自己知道 说都没出去说 只能打掉牙齿 合着血往肚子里 孩子 你若是听娘的话 就别着急 你猜不过江江十三岁 还有的是好日子 咱们慢慢挑 总能遇到合适的 安氏一番话倒是 把个想容给说糊涂了 他随口就问 我对四殿下能有什么想法 话是这么说 可心里还是拖地揪了一下 就好像有什么东西 突然之间 往他的心上握了一把 那么难受 想容皱皱眉 对于此事的态度 就不像刚刚那样从容了 可即便是这样 他还是坚持着自己的立场 告诉安氏 我跟四殿下 不过是师徒关系 是皇上下的旨意 让我教他秀话 仅此而已 娘亲切莫乱想 是我乱想吗 安氏无奈地摇头 那就当我是乱想好了 可没有四殿下 还有个七殿下 对于那个人 你又如何说 想容心里纠结 明明是他想要跟着二姐姐去封地 怎地扯着扯着 就扯到了七殿下这里 娘亲也是的 明知道这个人 是他心里迈不过去的一道坎 他好不容易强迫着自己不去想了 却又被这样提起 避之不及 他不知该怎么说 却又不能什么也不说 想了想却是摇了摇头 只得一句 那个人 我想不着 眼圈瞬间眨了红 他倔强地扬起头 把眼泪生生地禁锢在眼眶中 强迫着不让他们留下来 终于风干 这才挤了个笑脸 娘亲 咱们还是说说 我想跟着二姐姐去封地的事吧 要不您就当疼我 放我跟着去郊游一圈 我只去见识见识 过不多久就回来 最后一句 明显说的不甘心 可想容是个孝顺的孩子 如果安时要求他去看看就回来 他就一定会回来 可安时却笑着摇了头 告诉他 去吧 做娘亲的 还能不了解自己的孩子 我早知留不住你 却又希望你能在身边陪着我 可我也同样知道 你过得不快乐 就是这么矛盾着 从前的凤家乡的牢笼 现在凤家没了 你小小年纪 总不该一直生活在那个落魄门第的阴影之下 我也希望你能走出去 逃离这里 过自己想过的日子 只是想容 你得记得 不管走到哪里 都不能忘了自己的本心 不能被外界任何事物所迷惑 魏娘这样说 你懂吗 想容的眼泪滑的一下就掉了下来 一把抱住安时哇哇的哭 一边哭一边说 娘亲 我总是不甘心 就这样生活 我想跟着二姐姐 你知道的 我从小就愿意跟在她身后 不管她走到哪里 只要能看着她 就觉得生活充满希望 我知道她做的事都紧递的 所以我想要像她一样 想要跟着她一起做那些对的 有意义的事情 等到有一天我长大 有能力了 我才能保护你 娘亲你知道吗 我总是害怕凤锦元会再回来 会再把我们收回凤府 关在一个小小的院落 每天要看她的脸色 要看粉呆的脸色存活 娘亲 我不想再过那样的日子 你一定要等着我 总有那么一天我会回来 回到你的身边 到时候让你看看 你的想容 也可以为你避一方风雨 她从哭泣说到坚定 安时看着这个小小的孩子 一脸倔强 面上忠视又入了慈爱的笑来 想容就这样告别了安时 带着随身的两个包袱 带着丫鬟山茶一起去了郡主府 开门的那一刻 凤雨恒像是早知她会来 笑着将人拉入府中 然后告诉她 我们正月十四就要离京 就只剩下一天功夫 你来得正好 帮着姐姐准备准备 想容错愕 凤雨恒却说 不用想太多 既然决定了 那就跟着我一起 总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 一直到被拉进三进的院中 想容这才说的上一句话 她问凤雨恒 二姐姐怎么知道我的打算 凤雨恒笑道 我又不傻 看你这一身行头就能猜到了 一句话说的小丫头笑开了花 她就知道 她的二姐姐是不会扔下她的 从小到大 她才是 她真正的避风港湾 正月十四就要离京 此时的姚府 也在许氏的带领下 紧着为凤雨恒 准备出行的必备之物 光是连给她准备的衣物 就装了三大箱子 看得姚显直咧嘴 心说 哪里用得着这么些衣裳 也太夸张了些 但女人们的心思 到底是更细致些 许氏之凤雨恒短期内是回不来的 这三箱子衣物 可是一年四季都有的穿 包括鞋袜 背得十分齐全 秦氏去搜刮库房 把一些她觉得凤雨恒 到那头能用得上的物件 也都给装了箱 什么花瓶百件 茶壶茶碗的 凡是她瞅着好看的 都给装了上 差点就搬空了半座库房 最后张罗出来十一口大箱子 可是把她儿子姚勋给吓坏了 好一通说劝 才让秦氏删减了一些 可即便这样 还是有五口箱子 是她觉得必须要带的 苗氏做点心好吃 就一头扎进厨房 一半天都没出来 等许氏进厨房去看时 发现苗氏做的点心 都快能开点心铺子了 不过她高兴啊 告诉苗氏 做的对 就是要多带一些 路上要走半个月呢 可不能苦了 咱们阿恒 姚静骏跟过来瞅了一眼 直撇嘴 会坏掉的吧 你懂什么 许氏把人往外推 大冬天的 哪那么容易坏 再说 坏了可以扔 做少了不够吃怎么办 女人家的事你不懂 别跟着掺和 姚家男子们表示 真心的无能为力 只是看着收拾出来 这半院子箱子 默默地算计着 自家外甥女 得带多少车队 才能把这些东西 都给装给走啊 姚家这头热闹得很 此时 凤雨恒正拉着 想容在街上 采买一些必备之物 正准备到一家小市铺子 买些灵嘴 街角一转弯 却刚好撞见挺着腰板 骑着马闲逛的 八皇子玄天末 冤家路窄 这阵子 关于八皇子带头闹事 想要把凤雨恒赶出京城 并且威胁着他 关闭了百草堂一事 已经在京中传开了 虽说人们并不敢当着面 就对一个皇子怎么样 但在心里 却是把八皇子 从头到脚都给骂一遍 自打玄天末 从圣王府里出来 骑着马在街上闲逛的功夫 就已经收到了无数眼刀 百姓们不明着来 但案里的小动作却是不少 甚至有人 往他的马蹄子底下扔鸡蛋 玄天末并不是当初的三皇子 不至于当街打骂百姓 因为他心里清楚 想要得这个天下 明星这一块 可不能有所失 如今自己已经落了下风 在当街与百姓为难 这个黑锅更是背不起 所以今日就一直忍着 直到遇见凤雨恒 眼中韩光这才忍不住的蹦现出来 凤雨恒一抬头 正好对上那双老鹰一样的眼睛 那眼里传递出来的讯息 像是透着死亡一般 让人一眼深寒 响容被吓着 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却不小心绊了袍子脚 一个站不稳 人扑通一下坐到了地上 摔得他哀悠一声 凤雨恒明明可以把人扶住 可他也不知怎么想的 不但没去扶想容 自己还一脸惊恐地往后退 然后成功地绊在了想容的脚上 一个跟头也坐那儿了 要说想容摔一下 可能还引不起什么轰动 最多也就是引发些关注而已 但凤雨恒就不一样了 他在京城的知名度可太高了 特别是近些日子 因为百草堂的是闹的 吉安郡主几乎已经成了人们挂在嘴边上的话 甚至有些人回到家里吃着吃着饭 都要抹一把眼泪 想着百草堂的好 骂着那些跟吉安郡主做对的人 眼下凤雨恒一摔 正好摔在热闹的街口 往来行人多 一下就入了所有人的眼 人们纷纷往这边围拢过来 而望穿黄泉两个丫头 在边上接到凤雨恒的眼神提示 赶紧一个去扶想容 一个去扶自家小姐 一边扶一边还大声地问着 小姐 您没事吧 小姐 奴婢就说不让您出门 朝中那么多大人瞅着您不顺眼 您这一出了府门 指不定就多少人等着给您下半子 说完 望穿还冲着八皇子玄天末的坐骑跪了一下 一脸惊恐地道 八殿下 咱们郡主绝对不是有意打扰您行走的 也不是有意挡了道路 还请八殿下开恩 千万不要让您的坐骑 才死我们郡主啊 说着 跟黄泉二人直接就给八皇子磕头 边磕边掉眼泪 二人甚至还会在凤雨恒面前 就像下一刻 八皇子的马蹄就会踏上来一般 连带着后头的响容也跟着哭了起来 一方面也是受了些惊吓 可总不至于吓哭 主要是做戏给外人看 那还骑在高头大马上的八皇子玄天末 只觉得脑子里嗡嗡地响 从前他就知道 这凤雨恒言语犀利 出手很辣 是那种真刀真枪上阵 与人对着干的主 却没想到他做起戏来 竟也如此知足 这瞎话编的 连眼睛都不带眨的 可他的马明明 连他的一根汗毛都没碰到 甚至两人还隔着几步的距离呢 怎么的 那俩人就坐地上了 这不是讹人吗 他目光中带了同样的讯息 往凤雨恒处投了去 却见那丫头的眼中 竟也带着挑衅 传递出来的意思明显就是 你又能如何 纵是再殷勤不定收放自如的人 也动了气 八皇子的脸色不太好看 人还骑在马上 居高临下 看着那几个哭哭啼啼的女人 心中生烦 真恨不能养了马蹄 把他们都给踩死 而满界的围观百姓 此时通过 望穿黄泉二人的话里 也听明白了 感情那骑在马上之人 就是八皇子 圣王殿下 人们反应过来 赶紧跪到地上磕头 大气也不敢出 面上看起来很是惧怕 做臣服之状 可却没人知道 他们心里想的 却跟面上表现出来的 完全不同 此时此刻 几乎所有跪在地上的百姓 都在心里把个八皇子 给骂了十万八千遍 要不是因着他老子 是皇上 必须尊敬 否则 那可真是连八辈祖宗 都要给骂出来了 在百草堂那边的 潜移默化之下 在人们口口相传的讲述中 八皇子已经坐实了 是害得百草堂 关门的背后推手 也坐实了 是他教唆那些大臣 要把几安郡主赶出京城 可以说 如今京城里的人 从官员之家 到普通百姓 无疑不在背地里 咒骂着八皇子 甚至包括那些 原八皇子党的人们 也对他持了观望态度 一切只因京中 玄天末多多少少也猜到一些 可同样的 他也在怀疑 是那些官员们 连骑手来谎暴失窃 以逃脱他要求上脚的那些共赢 两方人各自有各自的想法 如今就是僵持着 谁也不先说破而已 至于这些百姓 玄天末当然也不傻 反八联盟在京城中声势那么大 都为了圣王府去吵闹 他怎么可能一无所知 可是知道了又能如何 个别几个官员 他还有办法对付 但满城的百姓 却让他有些为难 总不能大肆屠杀吧 玄天末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看 直盯着凤与恒看了好半晌 过后突然就笑了一下 然后才开了口说 弟妹走路还真是不小心 离着本王的马 还有这么远的距离呢 怎地就坐到了地上 是这路不平吗 凤与恒摇头 京城大盗 都是父皇这人修的 每年都要拨银子维护 怎么可能不平 阿恒只是没想到这闹市中 突然冲出一匹高头大马来 一时受了惊 这才摔倒 实在是不敢怪 就到八殿下身上 殿下想必 一定是有急事要去办 这才骑马冲入闹市 千万不要 因为阿恒而耽搁了 那个罪责阿恒 可是担待不起的 他就坐在地上 一点也没有起来的意思 委委屈屈地说着瞎话 可是听起来 又是那么的真实 甚至连玄天末都怀疑 是不是真的是 自己的马吓到了他 当然 他知道凤与恒 是绝无可能 被一匹马给吓到的 他不吓马就不错了 可是要他在大街上 跟一个小女子争辩 他无意在百姓面前 做这种事 这凤与恒 不管有着什么样的身份 可当他放下姿态来 想要当的小女子的时候 他也的的确确就是个小女子 自己今日不管说什么 都会落下画饼 在百姓心中的坏形象 都是不可逆转的 所以他选择妥协 甚至就准备主动开口道歉 这本就是一件小事 他是男人 惊了个女子 在向对方陪不适 这种事情不丢人 玄天末准备下马 想要亲手把凤与恒给扶起来 可就在他刚有这想法 还没等实施的时候 却没想到 跟在他身边的侍卫看不过去 突然大吼了一声 大胆刁鸣 竟敢当街拦阻八殿下 你等该当何罪 这一嗓子吼出来 把个玄天末都给吓了一跳 随即怒视那侍卫 对方却根本也没觉得 自己做错了 他是个新上任侍卫 得到了能跟随在八殿下身边的差事 心里十分得意 一心就想着如何表现 如何能把主子给护好了 如果表现得好 来年生个侍卫长没问题 其实他这人没什么本事 更不会察言观色 要说在以往 玄天末绝对不会带着 这样的侍卫上街 但这阵子没办法 因为府中的失窃案 他杀了太多人 一时间人手调配不过来 又不能就自己一个人出街 这才选了这人 却没想到弄出这样的结果 侍卫说了这样的话 他原本的计划 也是不能实施了 总不好在这种时候下马赔不适 人都得罪了 再给个填藻 有什么用 一时间 气氛就僵在那儿 偏偏那侍卫 还觉得自己做得挺对 理直气壮的 还在那耀武扬威 一个劲的指责 凤与恒等人不知好歹 甚至还抽出了 腰间配件指向黄泉 在他看来 凤与恒不过是个异性的郡主 他家主子可是正经的皇子 而且八皇子的势力 又岂是其他皇子所能比的 这郡主胆敢如此对自家主子 他就必须得为主子 出了这口恶气 这世卫杂虎的欢 凤与恒等人 却一点不为所动 甚至就连一向冲动多颜的黄泉 也能忍住脾气 只因他们已经看到了 周围跪地的百姓有了反应 百姓们的确有了反应 面对八皇子 他们敢怒不敢言 但面对一个小小的侍卫 他们为了能给激安郡主 出一口恶气 真就能豁得出去了 特别是看到那侍卫 连长剑都抽了出来 立即就有人高声叫喊起来 杀人了 有侍卫当街杀人了 还有更多的人 纷纷气愤指责 你不过一个侍卫而已 有什么资格如此 跟激安郡主说话 郡主和王爷之间的纠葛 哪里有你出头的地方 你这个侍卫不要脸 一个大老爷妈 拿剑指着个小姑娘 我呸 不害臊 就是 不要脸 一句一句的指责也慢慢传来 那侍卫脸上挂不住 竟回过头来 用剑指向了百姓 可百姓人多啊 怕他作甚 很快的便惹了众怒 人们群起而攻之 那些拎着篮子的大爷大妈 从篮子里拿出了白菜帮子鸡蛋土豆 罩着那侍卫就砸了过去 一时间 街道下起了菜蛋雨 甚至有些雨点还落偏了 一个鸡蛋也不怎么的 啪地一下就打上了八皇子玄天末的额头 散开了花 八皇子玄天末 几年不回京都 一回来就挨打 偏偏挨的还是百姓的打 可是他知道 这种时候不能还手 本来就因为凤与恒关闭百草堂一事 惹了众怒 如果这种时候再跟百姓动手 搞不好就要引发大乱 那可不是什么人能够轻松担待的事情 他坐在马上左躲右闪 却无奈百姓越举越多 扔的东西更是五花八门 甚至有的老太太坐在街边 把裹脚布都给拆下来了 那侍卫已经被众人打的 抱着头倒在了地上 他匆匆从马背上下来 躲到马背后头 可那马却被人们打得受了惊 一扬蹄子 差点没把他给踩死 玄天末气的差点没吐血 一眼瞄见凤与恒几人已经起了身 站在一旁 明明离得不远 却一点事都没有 百姓们扔的东西 一点都没把他给刮着 玄天末气们 干脆也站到了凤与恒身边 正巧这是一个颗 追着他砸过来的大白菜 也飞到了镜前 玄天末脑抽了一下 竟然下意识地躲到了凤与恒的身后 而凤与恒此时此刻 刚好看到了在街道的另一头 正匆匆往这边赶来的金兆银 许静元 他唇脚一挑 没躲 生生地让他大白菜 给砸了个正着 许静元到时 正好瞧见八皇子 往凤与恒身后躲 一颗大白菜 打到凤与恒的头 把他的头发也打散了 玉簪也打坏了 十分狼狈 这时就听百姓又大声叫了起来 八殿下怎地连个侍卫都不如 侍卫尚且知道自己瘦了 你去往一个女子身后去躲 难不成大顺的八皇子 就是这点胆色 就是这点度量 就是躲在女子身后 这种人没出息 对 没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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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声一声的大喊 喊得凤与恒快要乐出内伤 玄天末也快气出内伤 他站在凤与恒身后 冷冷地倒 这就是弟妹的手段 凤与恒鸣嘴一笑 承让承让 喊 玄天末从他身后走出来 一眼看向赶过来的许静元 冷声问道 金赵颖 你来的真是时候 许静元俯身行礼 保金城平顺 是微臣的职责 自然是一定要在该出现的时候出现 玄天末很想问问 那为何这些歹名闹事的时候你不来 可再看这些百姓 网少了说几百人 网多了说 差不多得有上千人 如果都一概而论 说成是刁民 怕是衙门大佬也装不下 他心中憋闷 却也很快的就做出了决断 玄天末深深的明白 要得天下 必先得明星的道理 就算他一时半会儿 还不能得到明星 但至少也不能试了太多 眼下如果硬着头皮要面子 要他皇子威风 那得罪的 可就是这近千百姓 这个显他冒不起 心气又压了压 上前两步 然后转回身 对着凤与恒 就鞠了一躬开口道 不管怎么说 今日之事却是本王冲撞了郡主 本王早想赔礼一番 刚刚往这边来 也正是为此 可却没想到 府上新上任的侍卫不明事理 说了不该说的话 弟妹大人大量 就不要与八哥计较了吧 八哥在这里给你赔不是 回头定当送上一份押金礼到府上 今日之事 还请弟妹高抬贵手 就不要与八哥计较了吧 先是本王 算是以王爷之尊低下身段 后又提弟妹和八哥 算是以亲戚之情 求的一个成全 这玄天末也算是用尽了心思 凤与恒就琢磨着 八皇子能做到这一点 实属不易 要知道他可是一个皇子 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当街被百姓用鸡蛋砸头 还能有如此所为 也算是个人才了 而他也不能在对方如此言语下 再揪着不放 那就成了他的不是 于是凤与恒笑笑 冲着玄天末回了个礼 这才到八哥言重了 即日本就是阿恒之过 是阿恒走路 不小心冲撞了八哥 百姓们也是有些冲动 毕竟阿恒是个小女子 许是看在这一点上 才有了些过激所为 阿恒想 以八哥度量 是不会跟百姓们计较的吧 一番话 把玄天末又给架到了一个高度上 他倒是想与这些百姓为难也不行了 玄天末苦笑点头 直到 那是自然 那是自然 然后再回过头来跟金赵颖说 今日之事都是本王之过 许大人如有问责 本王愿一律承担责任 还请许大人 万万不要与百姓们为难 许静元点头 多谢八殿下体谅 本官还想着 若是八殿下一定要治罪 这么多人 还真的没地方官 既然殿下大度能容 那么 他转身冲着百姓大声道 大家都散了吧 都散了 百姓们一定这话 心里也是长出一口气 要知道 不管因为什么 当街打砸皇子 那可是死罪啊 他们刚才也是被弃昏了头 再加上原本是想打那个侍卫出气的 后来也不知道是谁带着头去打了八皇子 人们想着左右人多 就趁乱 也跟着过了把瘾 直到金赵颖来了 他们才知道害怕 原本不担心被问责 这下算是放了心 徐静元看着百姓们纷纷松一口气的模样 眼珠一转又道 刚刚既然郡主跟八殿下求了情 不与你们计较 还不快快向郡主致谢 人们也听到了凤与恒的话 于是纷纷跪下来 又谢起了凤与恒 气得的玄天末 脸色是一会儿红一会儿白的 明明是他不与之计较 怎么就又成了凤与恒的功劳 一场闹剧 总算是收了尾 见百姓都走了 玄天末再不愿在此处多呆 看了一眼那还在地上躺着的侍卫 干脆跟许静元说 就是这人最先辱骂郡主 还拿剑指着郡主的丫鬟 这可不是本王的指使 是他自己的主意 本王不要这样的吓人 你带走 是打势罚由着你 就是杀了 也无需向本王汇报 说完上马就走 朝着圣王府的方向飞奔而去 却听见凤与恒在后头喊了一声 本郡主正月十四就要离京 八哥可别忘了答应我的那加压经理 玄天末期的甩头 又甩了一脸的鸡蛋液 这么一闹 东西也买不成了 凤与恒乐呵呵的带着 想容回府 回去安排厨子 明月一定要做出二十份酱轴子出来 他要带着上路 正月十三 凤与恒带着望穿黄泉 以及搬走三人往大营而去 到了大营迅速与玄天明会合 二话不说 两人走到玄天明私下里 准备出来的空杖子 开始从空间里 往外头捣腾东西 枪支先给了神机营 他准备再留下一部分手雷和地雷 另外 静月偷得的那些金银 也要留在这边一些 让玄天明跟着大军一起带走 他空间地方有限 偷来的倒是能督庄下 可因为郡主府地下库房 原本就存着不守 要是想走带走 有些困难 他留了一部分给姚显 还放了一些在淳王府 却还是要玄天明带走十只箱子 玄天明眼瞅着他媳妇 一箱一箱的金银往外头拿 心里那个寒啊 这死丫头 神仙下凡也不过如此吧 这本事就差点失成金了 不过想想那些老八党的人 一夜之间丢了这些家底 也着实是过瘾 除去这些 凤宇恒还留了很多药 多半都是西药 方便携带剑销快 吃的也少 不像中药 即便是中程药 一次也要十个六片八片的 一日还吃三次 这样一来 用量就多 占地方 更何况行军打仗 就算是在从京都往南界迁移的过程中 也免不了有个小病小灾 部队不能因为几个生病的人 就耽误行程 所以就需要快速治疗的药物 西药是最合适的 他留下了不少感冒药发烧药 还有消炎药腹泻药 这些都是出门必备的 另外南界天气炎热 紧挨着沙漠 就不存在冬天 多蚊多虫 这就需要一些防蚊防虫的药品 他拿了一些针对这方面的喷雾出来 全部都留在空障里 让玄天明回头自己整理 总算是把该准备的都准备出来 凤宇恒长出一口气 告诉玄天明 明日我就走了 你不必送 我起早走 玄天明却摇头道 不行 你再走 我送你一段才能放心 他想说不必 但又想想 毕竟他是他的未婚夫 这种时候是该送的 如果不送 怕是有心人又会拿此做文章 于是也不再争辩 只点了点头说 好吧 让我把该装的都装好 还有百草堂的人要跟着一起走 也是个不小的车队 好在我不用拿马车装这些财物 再加上一些不方便携带的东西 我就多扔到空间里 很是方便 玄天明却还是不放心 琢磨了一会干脆道 要不我把你送到封地算了 到了之后便快马赶回 也不用几日 万万不可 凤与恒拒绝的干脆 我去的路上 怎么也得半个月左右 怕是这半个月的功夫 南边战报都要来了 你还是要以国事为主 至于我 你该知道 不管遇到天大的事 至少我是有地方可以躲的 任何状况都伤不到我 玄天明当然知道他 有个乾坤空间 便也只能点头 半嗓 却低声说 我其实只是想跟你多相处一段时日 你到了封地 也要忙上一阵 我们不会见面太快 他笑着钻入他的怀 来日方长 总有天下大定的那一日 倒是你 答应我 在战场上千万要保重自己 你还有那么多将士 没必要遇事 总自己往前冲 作为一方将领 指挥才是你该做的 玄天明失效 打了这么多年的仗 难不成还要的小丫头 来教他如何行事 伸手捏捏这丫头的鼻子 就想骂他两句过过瘾 这时就听战外 有阵急切的脚步声传来 很快就有人在仗前站定 急声道 王妃快到后山看看吧 那边出事了 凤宇恒觉得 他跟玄天明许事相遇的时机 就没怎么选对 在那样的环境下 他这边扔石头在杂人 他那头拖着伤腿半死不活 充满了血腥 相遇不够平和 所以日后相处 就总也赶不上安宁 就好比现在 他明日就要离开京都 他不日也要前往南界平乱 两人闹钟取静 好不容易想要几颗的温馨 却又突然被打断 他无奈 挑怜出仗 眉心一皱 那将士一脸焦急地道 有神机营的兄弟 一脸血地跑出来 说那边出了事 伤了人 叫了随军大夫去 那大夫却说 已经无力医治 随后出来的玄天明 听了这话心中一寒 他知道凤宇恒 安排给神机营那边秘密训练的 是什么东西 也知道那种东西 所能够带来的威胁有多大 对敌石强大的震慑力和破坏力 几乎可以让一场战役 一边倒得取得胜利 有那样的神器在 几方几乎可以不投入太多的人力 就可以战胜对方几十万大军 而且那种战胜是绝对的 远距离的 对方防不胜防 甚至想都想不明白的 他也曾担心过 那种大计量高比例的火药 会很快被对方模仿了去 但凤宇恒告诉他 不需担心 那种东西并非轻易 就能模仿的去的 因为里面有很多东西 是他自己的独门秘方 别人不知 想学也学不去 其实玄天明也不知凤宇恒真正的意思 那是说 里面有很多东西 是不属于这个时代的 这个时代 即便是按照原理 把火药比例做以调整 也根本无法做出 与他所拿出的枪支弹药 同样效果的热兵器 他曾亲眼看到过 那种东西发挥威力 很是可怕 眼下说伤了神机营的将士 那一定是在训练过程中出了差错 那样被炸到的人 还有可能活下来吗 他拉起凤宇恒 迅速往后扇走 同时也问那传话的将士 一共伤了多少人 神机营全部是精英 都是凤宇恒秘密培养出的精锐 别说是损失一批 就是损失一个 都够心疼的了 那将士也是急得快要掉了眼泪 赶紧回到 听军医说 不下十个 不下十个 凤宇恒与玄天明对视一眼 二人接在对方眼中 看到了遗憾与心疼 可也没再说什么 只是加快了跑步 直到出了营帐中心 玄天明随后牵起一匹马 拉起凤宇恒同骑 快速往后山奔了去 原本主跟在后头的 望穿黄泉二人健壮 立即也找了马追着过去 却也识趣地落了那二人一小短距离 二人骑行甩开跟随的人 凤宇恒从空间中 掉出药箱来提在手上 他觉得神机营的将士受伤 自己也是有责任的 毕竟后世的武器拿出来试用 他只带着将士们练了不到两天 然后就扔给将士们自己练习 这实在是有些强人所难了 可又敢在这个结果眼上 他要离京去封地 想在大营里 多手把手地 交着练些时日 多讲一些注意事项 将士们也不至于在自己摸索的过程中受伤 满脸是血 肯定不是枪支造成的伤害了 手雷还是地雷呢 爆炸时到底有多少人在围禁 军医说无法医治 到底伤到了什么程度 他心里产生了深深的自责 这种情绪感染了玄天明 他在身后拦紧了他 同时道 不要这样 这怪不得你 当兵打仗的人 早就有这个心理准备 命都是交在大营里的 可我若能多交几次 也不至于出现这样的失误 二人说话间已经行到后山 一见他们来了 立即就有人围了上来 西方首先跪在马前请罪 王爷王妃 都是属下的失误 属下甘愿领罚 二人从马上下来 凤语恒亲自将人扶起 并且告诉他 这是谁也怨不得 那种东西本就极度危险 想当初我最先接触时 也不比你们好到哪去 他话说的含糊 实际上是说 这种东西最早出现时 为了试验其功教 在此试验中丧命的人 也绝不是一个两个 人在哪里 他快步往前走 倒是看到前头 有一堆人转成的一个圈 西方往前一指 就在那里 此时 已经有将士冲到人群中 大声叫着 让人散开 以方便凤语恒和玄天明进入 而那几位随军的军医 此时也正在极力地救治着伤员 可一个个皆是一边就一边摇头 伤得实在太重了 有的人腿都炸得快要断掉 只连着一点点筋肉 看起来十分吓人 还有的人炸没了半边脸 像戴了鬼面具一样 血肉模糊 就算是轻伤的 那也是炸得屁股开花 好在没伤到骨头 凤语恒走到镜前一看 心里也跟着咯噔一声 特别是有的将士 已经濒临死亡状态 一时涣散迷糊 几乎下一刻就要停止呼吸 他仔细辨认了一下 靳全都是神社组的成员 并非天机组的 可不管哪边 都是他亲自带出来的兵啊 他怎么能不心疼 西方跪在边上说起经过 原来是天机组 昨天夜里研究好了新的阵法 并且把凤语恒留下的几个地雷 埋了进去做实验 实验是十分成功的 可是万万没想到 埋进去的地雷中 还有一个煤炸 却清点现场的人数错了 以为全部炸掉 这才没有过多的理会 却没想到 今日神社组的人 练习小组作战 正好有一个十人的小分队 走到了那片地雷实验区 人倒还真的没有踩到地雷上 却没想到 半山坡有块落石滚下来 正好砸中了那颗煤炸的地雷 轰的一声 把那个十人的小分队 给炸了个七零八落 西方说 这全都是属下的失误所造成的 这些兄弟的命属下理当偿还 请王爷 王妃发落 属下没有半句怨言 另一头 何干也跪了下来 却不知该说些什么 自己的兵躺在地上 痛苦的等待死亡 而他这个做副将的 却什么本事也没有 一点施救的手段都不会 这让他如何能不伤心 都说 男儿有泪不轻弹 可他现在就是止不住的 往下躺眼泪 怎么擦都擦不干 虽说做军人都有一定的生死觉悟 可这事儿若是发生在战场上 那当然无可厚非 眼下去偏偏伤在自家门口 这叫什么事儿 两人一个哭 一个认死罪 闹腾的凤与恒心中好一阵烦躁 他干脆不理二人 直朝着那些伤员走了去 有人看到他 眼里露出了声的希望 甚至有人向他伸出了手 嘴里胡人的叫喊着什么 声音却已听不清楚 凤与恒心头一紧 立即吩咐起周围将士 别围着看 去找杖子搭到这边来 至少两个 每个要能容纳五人 将士人听了吩咐 立即就去执行 凤与恒这边 又吩咐起那些军医 用剪刀把伤者的衣裳全部剪开 脱下来 别管冷不冷 先脱掉再说 说完 不再看这边 反倒是转过身来 冲向西方与何干二人大声道 有认罪和苦的功夫 不如想想如何出救 如何能把这些兄弟们的命给保下来 何干眼睛一亮 能保住命 凤与恒没答 只是道 我尽量 然后微仰了头大喊一声 搬走 出来 话音落 眼前人影一闪 搬走现身出来 他再道 你立即回京 把我外公鸟险给接来 快 搬走这道事态紧急 二话不说 身形一晃就消失不见 玄天明一走上前 拍拍他的肩小声道 别着急 保持冷静最重要 以智商救人 我帮不了什么忙 但这边出了事 钱一肯定也坏了 我必须得过到那边去 你留在这边可好 他点头 你放心 剩下的都是治疗的事 我可以应付 等外公来了就有帮手 更好办些 这些将士的命我 一定得给保住 还有他 他指了指西方 虽有过失 但我也难逃其救 你的军法 神机营理 你说了算 玄天明摆摆手 无意插手神机营内部的事情 这起事故 总的来说 西方是要负担起责任的 但眼下是用人之计 天机族有多重要 他心知肚明 不想在这个时候再生事端 凤与恒松了口气 只轻声道 谢谢 然后转回身 不再看他 一心扑到那些伤兵的治疗中去 玄天明知道自家媳妇 眼下是加快速度 跟阎王抢人 便也不多留 临走时 只对西方说 戴罪立功 才是你最该做的事 而不是在这里一味的请罪 你纵是死罪 这个死 也要给本王死到战场上 而不是我们的大营里 知道吗 西方什么也没说 只冲着玄天明磕了三个头 直到玄天明离去 又冲着何甘磕了一个头 二人对视一眼 何甘的目光中 也透出了坚定 他主动跟西方说 王爷说的对 咱们不能颓废在大营里 而是要把兄弟们的仇 在战场上给抱回来 二人站起身 正好看到将士们 把搭帐用的工具也拿了来 于是全员参与搭一帐子 很快两顶大帐就搭好 又帮着军医们 把伤员都抬到帐子里去 凤语恒吩咐 轻伤者抬到左帐 重伤者抬到右帐 看着人们按他的吩咐都做完 这才又吩咐那些军医 你们且在外头等着 我去里头准备妥当 再叫你们进来 说完转身入帐 只留下外头一众将士 人们都知道 凤语恒看诊时 很忌讳外人打扰 于是他们只在帐外守着 谁也没有过多言语 直到凤语恒 把两个帐子准备都已经做好 这才叫人进到重伤员的右帐去 而那些军医们一进去 也都傻了眼 啥时候出来这么多医疗器具 凤语恒没给众人多少惊讶的机会 玄天明这边的随军大夫 也都是他陆续从百草堂那头拨过来的 对他常用的基本医疗手法都很清楚 眼下不用凤语恒多说 他们立即就明白 最首要的工作 就是把这些被炸伤的将士们先清理干净 以便伤口更直观地露出来 军医一共八人 一涌而上 却也有主刺 重伤的将士一共四个 可这三个手法最好的军医 首先选择病人 然后最重的一个留给了凤语恒 剩下五名军医 很自觉地去了左帐那边 去处理轻伤员 凤语恒一边着手处理那个 被炸的一条腿 几乎都断了的那个伤员 一边同另三个人说 先用酒精消毒 小心不要碰到伤口 伤者容易忍不住疼痛产生挣扎 从而导致伤口继续撕裂 把身体清理干净之后 我来用麻药 伤者局部麻醉之后 再清理换处 同时要注意有 炸碎的小石子 进入皮肉里 要用摄子小心里取出 仔细检查 不能有残留 这些前期处理听起来简单 可做起来 却也需要加倍的小心 将士们几乎全身上下都是伤 酒精想要不碰到伤口太难了 大夫们只能选择 尽量不先去碰住患处 至于轻伤的地方 还是要先行消毒的 这些士兵倒也是真汉子 知道主子是在救他们的命 所以即便很疼 但谁也不再叫喊 一个个咬紧了牙关挺着 怎么也不叫出声 凤语恒一旦进入了工作状态 便立刻收住了所有的情绪 毕竟他前世就是做军医的 对于这种战后处理工作 实在是太熟悉了 这也就是他自己带出来的兵 所以他有感情 在前世中东战场上 那些由自己这一国 参与救援的战争中 随便抢出哪一个伤患 都是伤得更加可怕 甚至有的人肚子开了口子 肠子都要他们自己用手托着 才能不留出来 他冷静地做着手头的工作 一门撕心 扎到抢救生命的信念当中 只时不时地提醒那些 军医一些注意事项 以及接下来要进行的工作 又抽了空对那些 将士们说 现在前忍一忍 疼是疼了些 但你们一定不能晕过去 一会儿处理换处的时候 我会给你用麻药 就不会感觉到疼了 抢救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有将士为了分散注意力 主动开口问他 主子是明月就要离京吗 凤语横达 没错 不过你们放心 一会儿等我外公来了 我们二人定会先把你们的手术 都抢在今日做完 明天就算我走了 这头也有外公盯着 万无一失 那将士道 有姚神医照顾着 咱们当然放心 只是主子 明明日离京 在路上可一定要多加小心 多做防范 我会的 凤语横有一句没一句的跟将士们聊着 倒是真的帮着众人 分散了一些注意力 半个多时辰后 身体清理完毕 终于露出肌肤本来的面目 倒让那些小将士们都不好意思了 眼下光溜溜地躺着 还是当着主子的面 主子虽然强悍 可毕竟还是小姑娘呢 这可相当于把他们全都看光了呀 特别是那个被凤语横亲手治疗的将士 连眼睛都不好意思争了 他们都是男人倒是无所谓 可是污了主子的眼 这可怎么是好 按说这是破坏女子明节的事 要是放在民间 那女子 他们是非取不可的 但面前这位 人家可是郡主 是王爷未来的郑妃 他们有几个脑袋 胆往负责任那上面想 消毒完毕 凤语横开始给几人喷菊不麻醉的药物 见一个个小伙子都紧闭着眼 脸都红红的 他心里突然就明白了什么 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古人的思想 就是这一点 让他总觉得无奈 他是个大夫 在他的前世 大夫这种存在那是无关于性别的 你不能因为 你是个女大夫 就不给男病人看病 你也不能因为 你是个男大夫 就不接女患者 有多少男科大夫是女人 又有多少妇科大夫是男人的 病人该看病 不还是得看病吗 他来到这个时代之后 不止一次的跟病人和百草堂 麾下的大夫护士们 都讲过这个道理 但是纵然大夫护士明白理解 病人也不能够接受 就比如说大家族的夫人小姐 就算是看男大夫 也仅限于诊脉 还得在手上隔着一层薄纱才行 不然就会被说成不检点 他努力了多次 后来觉得 凭一己之力 实在是无法改变这时代人的思想 便也放弃了 从而多培养了一些女大夫 这才解决了女子看病男的问题 眼下他不得不再次重申自己的观点 我是一个大夫 对于此刻的你们来说 我不代表一个女子 你们也无需因为我是女子而不好意思 我看的是病 是伤 而不是你们个人 懂吗 有人胡乱地点头 就听到凤雨恒又说 既然懂了 就把眼睛都睁开 我都不介意的是 你们交情个什么劲 人们一听 也是啊 都是大老爷们 这样也太交情了 于是一个个陆续睁开眼睛 渐渐地接受了凤雨恒所讲的 一声无性别这一理念 而另外一个丈子的伤员比较轻 多半是皮外伤 爆炸的时候 他们离得远 虽说也被波及 伤的却不是很重 最重的也就是屁股担子开花 简单处理一下 上了凤雨恒留在这边的伤药 然后就是把凤雨恒 已经调配好的消炎药 用输液的方式 给每个人都打了调平 再留下一人在这边看护 其余的 则进到重伤员的帐子里 帮着一起用射子 去挑那些扎金肉里的碎食 直到这些前期工作都做完 姚贤也被搬走送到了 他的到来 可是让凤雨恒松了口气 军医们的工作已经结束 他让众人都到帐外 去休息等候 又安排将士 又搭了两顶休息用的营帐 吩咐望川黄泉 以及搬走三人在外头严防死守 除了玄天明之外 任何人不得进入 所有事情都安排完 他将帐门关起 姚贤已经在检查那些伤患了 一边看 一边皱眉摇头 一边摇头 一边一个一个的给伤者打麻醉真 直到确定所有将士 已经进入全麻状态之后 这才经不住的训斥 凤雨恒说 来实路上我都听说了 你要教他们用后世军火也就罢了 怎地不多交些日子 让他们自己胡乱练习 凤雨恒也是叹气道 这不是事情 都赶在一起了吗 我也没想到 会出这样的事 这次是我疏忽了 爷爷 过后你要怎么教训我都行 眼下咱们先干正事 把手术做了吧 姚贤也知 现在不是追责的时候 大手一挥 罢了 你明日该走就走 这边我盯着 不管是治疗还是那些军火 我教他们便是 有姚贤的帮忙 凤雨恒就要省下好多力气 二人再不多言 迅速把伤患都抬到了空间的手术室里 结果一进空间 原本已经决定不再训斥自家孙女的姚贤 这时又忍不住了 你说说你 这满屋子放的都是什么呀 别以为我不知道 外界传闻的那个什么 绝影神头是谁 能够不动声色的搬空人家的财宝库 这种事情除了你 怕是这全天下 也再没有第二人都能干得出来 别的府上也就罢了 圣王府你也敢去 你脑袋不要了 凤雨恒赶紧装可怜求饶 一个劲的跟爷爷保证 以后再也不敢了 又哄又劝的 总算是把遥险的火气给压下去一些 二人这才进入手术室中 一个一个的给受伤的将士们进行手术 在空间里做手术 可是比在外头强太多 一来这里设备先进 全部都是21世纪最高端的产品 二来这里东西取之不尽 用之不完 就是丢到地上的垃圾空间 都有自动清理功能 再者 空间里面不存在腐烂 不用担心 那些没处理的伤员伤口继续恶化 即便是这样 即便有空间在 即便有姚险帮忙 两人还是忙了整整一夜 期间玄天明进了帐子来 发现里头空无一人 便也明白 凤雨恒和姚险是进了空间里 他没说什么 转身出帐 却是自己拉了把椅子 坐在帐外亲自把守 谁看着也不放心 直到次日天际发白 凤雨恒这才从空间里出来 人刚一出现 外头玄天明就挑了帐进来 只看到凤雨恒一人 他什么也不问 上前就将人抱住 心疼地俯着自家媳妇的发 放轻了声音说 辛苦你了 发是刚洗完的 显然是在空间的淋浴间洗过澡 还带着21世纪洗发相波的气息 凤雨恒却是摇了摇头 我年轻体力好 不辛苦 倒是爷爷上了岁数 几台手术下来 累得快要瘫倒 他正在沐浴呢 正好你进来 咱们进去把伤员抬出来吧 于是 堂堂一国皇子 三军主帅 跟着自家媳妇 任劳任怨地干起了 抬伤员的工作 玄天明不得不佩服凤雨恒的医术 这些人伤成什么样 他不是没看到 有一个人的整条腿 从大腿根开始 就已经断了骨头 就剩下一点皮肉连着 可现在却也被重新揭起 至少看起来是连着的 感谢观看